我們這邊來跟大家介紹螢幕畫筆的部分 其實如果像各位你看我現在這個滑鼠 游標的大小 你覺得這樣OK嗎? 有沒有稍微小了一點點 如果你都沒有任何準備 其實我們控制台也可以稍微讓它變大一點 勉勉強強 至少也可以選大的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滑鼠 往下走滑鼠滑鼠這裡 滑鼠的設定 預設的這個指標真的標準的有點小 我通常都會變超大 注意一下這裡的變化 有沒有大一點 現在游標套用一下 這樣是不是大一點 可是這樣大還是不夠大啊 雖然已經有比較大的 已經是超大但是還是不夠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 這裡 我們教材裡面有一個 第四個有沒有 我已經有寫好部落格文章了 你點進來看這裡就有 那這裡這幾個其實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只是我自己比較常用的其實是這一個 你不覺得我們剛上課到現在 我都一直有在放大縮小 然後在畫圖嗎? 我最常用是這一個叫RuneIt 這也是最久的 它的好處是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怎麼用的 你看 就是你要記一下快速鍵啊 快速鍵的話會比較方便 那這個軟體在各位的哪裡 我們看一下 各位的這個點開 你找到應該是在這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這個 RuneIt 這不用安裝 放在隨身點就可以帶走 好像500多K而已 不到1Mb 就只有一個檔案而已 你看我把它打開 就是它 這一個呢 只是一個版權說明而已 所以你不要它也沒關係 就它 那 我最常用是這一個 所以 你如果有執行的 你會發現在我們右下角這邊 有沒有多一個 那 我如果要看它的話呢 我會進到它的選項裡面 在這裡 平常 如果我只是要畫圖 它的快速鍵 就是Ctrl加2 Ctrl加2 好 那如果你要放大 可以搭配滾輪 或者是我一開始就要放大 什麼叫一開始就要放大 這樣子 我現在在這邊 尤其是我們讓人家看網址的時候 網址如果要讓各位這樣直接看 有沒有覺得這一串就好小 對不對 但是我要一開始就放大 Ctrl加1 因為我游標 剛剛是在這裡 我的游標 剛剛是在這邊 所以它 Ctrl加1 會自動把你游標 鎖在位置就放大 這樣子呢 你放大之後 我馬上就可以來這邊 把這裡給各位看 當然如果你覺得還不夠大 滑速滾輪 有沒有再放大一點 這種尤其是適合什麼 就是不在電腦教室 也就是說在一般的 那個教室裡面我只有投影機 那通常做比較後面的同學 這個會相對看不清楚 好像看不清楚 所以我會用像這樣的方式 那你進入繪圖的這個狀態之後 我們電腦是不能操作的 有沒有 電腦是不能操作的 如果你要畫 如果你要畫 又要放大 應該說又要操作又要放大 這裡有一個很不錯的功能 就是在這邊 它叫做Live ROM 所以快速鍵是Ctrl加4 也就是有點 各位有沒有用過 Windows內建有一個放大性的功能 有點類似那個概念 你看我就是Ctrl加4 我現在有沒有放大了 有 可是我還是可以操作我的軟體 有沒有 我的軟體還是可以繼續操作 那如果你要結束 Ctrl加4再一次 是不是又回來了 這個是我最常用的方法 可是如果你覺得 老師這樣太麻煩了 我還得記那麼多快速鍵 那麼我就建議你可以試看看其他的 因為其他的還有很多 像這個Epic Pen 這也是很簡單的 如果你比較喜歡現代感一點的 我找一個給你看 這個也不用壓縮 在這裡 有一個EPIC 我稍微介紹比較快一點點 讓你知道就好了 這個有安裝 所以各位的應該在桌面上有 EPIC Pen 111 他當初安裝的時候 他沒有選擇建一個資料 那個 你找1開頭的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點一下 你們的作業系統 都升級到Win10了嗎 有的應該有升級 最近還有一個CREATOR UPDATE 如果你電腦比較舊的 最好是先暫時 不要那麼快升級 好 像我的電腦就是都會升級 就會給他卡關了 因為顯示卡 Nodebook顯示卡 每次都要想盡辦法 進安全模式之後 再把那個關掉 好 你看這裡也有一支 這一支也很可愛對不對 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有需要 我想要怎麼樣 介紹一下這裡 然後筆就拿來就畫下去啦 喜歡什麼顏色 喜歡你的大小 你筆的顏色 這裡有沒有 就這樣 這裡擦掉 他很簡單 他就是這支筆而已 但是他可愛 這樣了解 不喜歡看到他的時候 可以先收起來 再打開 筆記有沒有留著 筆記重調是他 這個筆記是可以留著 所以你可以先暫時關起來 這個是第二個 跟大家稍微介紹 這個也還不錯的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再看一下 還有沒有別的勒 最傳統的是這個 Point tool fix 這也是老牌的 這個不用安裝 這不用安裝 不需要安裝的 所以你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它會像右手邊這邊一樣 像這個一樣 其實我這個部落狗 我都把它錄好了 因為常常有人問我 老師你那筆哪裡買的 我說我都不買啊 我都叫的 我都網路上找的 都找免費的 就可以很好用了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 在剛剛呢 各位您進去的 這裡 有一個 Point tool fix 有沒有 欸 應用程式 不是這個 這是 拍謝 這一支 現在還沒有要出場 按一下 好 我先把它離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Point tool 那個沒有放在裡面嗎 好像沒有放進去 那沒關係啦 反正你上網也可以找得到 這個不難 它有免安裝版本 有免安裝版本 那這個pick pick 我先暫時不講 我常用的是這個 Runeit 簡單的我都放在裡面了 那除了這些 虛擬教編 那個待會兒再介紹 其實還有一個 各位已經有裝在電腦裡面的 也是免費的 我後來發現這個其實 可能對多數老師來講 這個會更適合你 會更適合你 那你點開之後呢 你們有沒有人是用雙螢幕的 有沒有同學 你自己是用雙螢幕的 暫時沒有那麼豪華 如果你有雙螢幕的 你執行這個的話 他會問你我的筆要出現 第一個螢幕還是第二個螢幕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那右下角這裡呢 你看點它 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這個 它有中文 有中文 所以你直接找到這個圖示之後 你有setting 你進來這邊 它 有沒有看到中文的 這樣你再看 你會比較容易看 你看這裡 就有一個 你可以左右風圓 好嗎 你希望右手邊出來 就右手邊出來 希望左手邊出來 就左手邊出來 那麼這裡呢 我有特別寫一篇文章 來介紹這一個 再往下走一點 有沒有 第六篇 第六篇 這裡 好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這一篇的這個介紹 他本來他們家是有賣硬體的 可是呢 他有出這個 就是方便大家 好方便大家 你沒有軟體其實也可以用 而且 有沒有同學你是使用Mac的 有嗎 你看這個Mac也有 我後來都盡量介紹 Mac也有的 所以如果說 你有 你是用Mac的 因為有些像我們今天介紹的 剛剛那個 線上錄影那個 Mac上也可以用 Mac上也可以用 你往下走 你會看到有這些工具有沒有 這些工具 那 假設呢 你看如果你要畫圖 我就進到繪圖模式 有沒有就可以畫圖了 那你要離開你就回來 就沒有 可是進去 筆記還在不在 這很重要啊 筆記要在喔 筆記要在 這樣會比較方便 那如果你只是說 我還要畫圖 可是我要短暫先操作一下 他也可以怎麼樣 你看 我在畫圖的模式 有沒有一直滑鼠 這樣就可以直接切換回什麼 滑鼠模式 你看我現在在這裡 有沒有可以選東西 我還有筆記也不需要關掉 我就可以繼續操作我的電腦 等到你要繪圖的時候 你再回來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這個其實後來是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如果你發現同學上課不太認真的話 可以做一個這個動作 同學我們現在只有看這裡喔 這樣了解嗎 這樣同學是不是就不會亂看了 就是說如果你的畫面 你有指定地方 事實上他當然不只這個啦 我就覺得好玩的 像這個全幕也很好 比如說考試的時候 同學我答案先遮起來一下 你先看這裡 我們題目在這裡 他就可以稍微這樣遮一下 上下左右都可以遮 這樣了解 這個他的工具其實還蠻靈活的 那有一個是他跟別人比起來都沒有的 他們家的白板 可以有N個 怎麼叫他們家白板N個 我先回到這個繪圖模式 你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叫多個白板自由切換 欸 假設你已經畫好了 齁 你已經畫好了 從下面這邊會有一個白板 你看在這邊 我進到這邊來 有沒有發現在這裡 有沒有白板 現在是裡面只有一個白板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畫一畫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是第一個白板 好 第一個 好 那如果你寫了 你想要留著 因為 你們上課老師寫版書 現在寫的多還少 老師現在大部分都比較用簡報比較多嘛 版書應該寫少一點 可是以前的話 如果這個不夠 我第二個 有沒有可以隨時回去切第一個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說 我在這邊畫的 這個我要喔 那我就把它剪下來 幫你剪下來 然後他就問你 要不要複製到白板裡面去 好 有沒有進到白板 第三個進來了 也就是說 我在畫面給你看完之後 我做好了這些 繪圖的部分 我就把它變成在裡面 需要做筆記的 我就把它確定一下 這樣子 有沒有 就三個都進來了 隨時都可以留著 那只要你這個軟體不關掉 電腦不關掉 你就可以怎麼樣 隨時回到之前的 所以以前寫的不會浪費掉 真的要保留下來 可不可以 他可以把它匯出 所以老師上課 筆記可不可以留下來 可以 這樣你知道了嗎 下次老師上課的時候 你跟老師講 老師電腦不要關 我幫你把筆記抄好 你只要負責幫他存檔就好了 老師只要負責寫 這樣OK 所以這個小軟體呢 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那我就先離開一下囉 好 我就先離開這裡 我就回到一般的模式 或者回到這邊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介紹了好幾個 其實你要看哪一個 看你用的順暢不順暢啦 反正找到你覺得OK 順手的就好 不然我平常上課也不會用那麼多個 只是因為大家有需求 所以我就介紹多一點 這樣看你的需求是什麼樣 那我上面都有比較完整的說明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像這一段我就講的比較長 可能會超過15分鐘